来话海不要只会自拍了 教你粉带怎么拍唯美大片 游客太多 可以超低视角 用粉带挡起来拍 蹲下来拍可以离它更近 粉带放镜头前 就能拍出朦胧美 拍照千万不要踩粉带哦 不然后面的人就拍不到了 可以站在小路中间 往前走也很唯美 教大家一个万能的拍照姿势 手摸粉带看镜头 不知道怎么摆呢 可以提到裙子 123往前走 随飞了吗 前面旅游怎么自拍 后面游客太多 就把手机降低 男生拿着手机拍侧面 超级浪漫 标志性景点就可以互拍一张 做拼图也很好看 像这种特色窗户 可以做框架构图 加上夕阳立光 就很有氛围感 用上耳架固定好位置 定时拍摄 头扣在一起就很甜 没有上耳架呢 就找个地方把手机靠着 两个人靠着栏杆 脚往前身会更显高哦 学飞了吗 随手可见的城市公园 也能拍旅行大片 和书这样拍就不好看 只需要稍微变换角度 手机降低就有大片效果啦 一拍照就尴尬 可以拿瓶水互动 一个小细节就会让照片更好看哦 是的 把水举起来 以天空为背景 坐着拍 不要膝盖对镜头 不然腿会很短 只要侧顺座 脚往前踩就长啦 就带一个显脸小的技巧 把水定上镜头 有对比就显脸小 如果你的朋友和你都不会拍 就把手机横过来 把人放在交叉点上 跑起来抓拍 城市里熟悉的风景 换个角度就能记录 不一样的美好 你学会了吗 右手就能拍琴的头像 手画个圈圈 放镜头前 把爱琴锁住 不会还在这样拍吧 捧着你家宝贝 各拍一张座头像 不会摆 就两个人的手 一起伸向镜头拍 用孔在手里画个爱心 挡点头心就超有氛围 画的孔不要浪费哦 再拍个星星相应 学会了吗 花海拍照技巧 男女通用 后面游客太多 就把手机放在画宠里面 不会摆 站在空底里面 往前走一步 白花海 千万不要躺在里面拍 会把花压坏的 可以下个腰 手机往上举 也能拍出花海大片 手机要跟我胸口平齐 用花做前景 不踩它也能自身花海 地光拍摄呢 只需要点下天空对焦 就能拍出更多的风景细节 学废了吗 今天重圆节 交代回来该奶奶怎么拍 老家门口的风景是真的美 但是旁边的地不好看 可以用洪水挡起来 画面就干净好看了 跟老人拍照呢 不用可以去摆 可以做一些平常的事情 比如在菜园子里摘蔬菜 真实又好看 家门口的琵琶素 夏天晨凉特别好 等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站在旁边拍立光 照片就很通透 奶奶我们再拍张夜景吧 片子喝了 你不可以去寻床 可以的 我认识Vivo S新朋友家 它有专业的影像芯片V1 还有实时黑光夜视 拍出来肯定很好看 哇 这拍得跟电影海报一样 视频也能拍出这样的这感吗 当然可以 它有专业的电影模式 配合蔡思光学镜头加 拍大片直接拍就太普通了 可以把香热葵花瓣放在镜头前 就有萌萌效果了 你一定要帮我脸拍小一点哦 你这脸太大了 要选大一点香热葵 实际脸小 千万不要这样画哟 后面游客太多 要蹲下来 从上往下拍 画面就干净了 最后镜头再仰起来拍大景 画海就更明显了 学飞了吗 风叶红了 我想拍秋日大片 拍 直接拍 环境太暖 用树叶挡住地面 能占三分线 画面就干净好看了 地上的草和枫叶 红配率太丑了 拍的人要蹲下来 低角度用枫叶做背景 冬天都穿得比较臃肿 拍的时候给用枫叶 把身体挡起来 就不显胖了 最后一定要和枫叶互动 靠近拍张退休 学飞了吗 教大家拍照怎么用 牛白构图法 在哪都能用 照片拍的不好看 那是构图没用对 手机要往上倾斜 天空牛白更有意境 用草地做牛白 拍的人要蹲下来 手机踢进地面 人物放在上面 下方牛白 把人物放在画面最右侧 目光看向前方 视线牛白 画面干净又好看 还可以把手机转过来 右方牛白 拍两张做拼图 超有故事感 学飞了吗 遇到好看的建筑 就能拍照如何取景构图 如果建筑跟人重叠在一起 肯定不好看 只需要变换角度 人跟建筑错位拍摄 那想拍其中的局部 就把画面拉近 建筑人物各一半构图 想要把建筑拍全 那进度得往后退 人物靠近手机 坐着拍 手机还可以贴近地面 往前走一步 刷拍就不呆板 学飞了吗 情侣出去玩 怎么自拍 还这样拍太普通了 可以把手机拿远一点 从侧面拍 刚刚拍的照片 还可以放在胸口 拍局部就超级浪漫 如果作为全市人 就把手机放地上 以天空为背景 和对象比爱心 这样拍像哥们 手机固定在自拍杆上 男生从后面脱轻也太甜了 还是用自拍杆固定手机 蓝牙遥控拍 出门拍照再也不用求人了 学飞了吗 我想和银杏拍完美大片 但是我不会摆 教大家银杏怎么拍 现在一个万能拍照姿势 伸手摸银杏页 完美又自然 树太高呢 拍的人要蹲下来 低角度就能和银杏拍完美合照啦 和银杏页互动 拍几张局部特写做拼图 文艺范儿不多 后面背景太杂乱 要把手机扬起来 用银杏做前景遮挡 再扫个裙子招拍 站在树下面只能拍到树干 找一个最高的地方 背景就全是银杏啦 学飞了吗 我想在公园拍氛围感大片 拍 玄境不对 摆再好看都没氛围 以树为背景 拍的人要蹲下来 人数也各一半 画面就干净为美啦 大晴天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树影下 让光斑打在身上 就超有氛围感 冬天穿的都很臃肿 可以从后面拍 用长椅把身体挡住 就先瘦啦 不想露脸的朋友 就用手把脸挡起来 往前走一步抓拍 学飞了吗 银杏拍照的万能构图法 简单一学 银杏速度会比较高 站在树下拍 也是拍了个寂寞吧 有离数远一点 打开人像模式 再向上留白构图 能人慢慢拍 就把手机靠在树上定时拍摄 假装从镜头前经过 不摆拍也能出大片 背景太杂乱 人物就不突出 用树干当前景 能放三线构图 用一片树叶当眼睛 镜头前撒一把落叶抓拍 秋日为美大片就有啦 学飞了吗 谢谢大家